HELLO 我是沛莉 如果你已經看定你的頭髮、髮色 然後頭頂有布丁的話 但是你又不想要去染誇張的顏色 傷害你的髮質 可以怎麼做呢? 今天教你三招 讓你的頭髮馬上變得超搶眼 首先第一招呢 就是可以去找一些替代性、暫時性的染劑 讓你的髮色能夠稍微有點改變 像是很多男生都很喜歡用這種銀色的髮蠟 你可以拿它來整頭塗 或者是做一些挑染也會蠻帥的喔 然後市面上呢也有像這種 就是金屬光澤 可是是各種彩色的染劑 它也是洗頭之後就會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參加Party之類的 就非常適合 然後像是前陣子呢 也很流行這種粉狀的染髮 它是只要把頭髮弄濕之後 塗抹上去 接著用吹風機吹乾 就可以擁有漂亮的髮色 我之前仿妝HONEY的時候 也是用這種粉條去染的 但是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它是粉狀的 所以等它乾了之後 你會發現 會掉屑 會掉粉 會弄得你的妝 可能會綠綠的 或者是衣服會被染到顏色 接著第二招呢 就是直接戴上假髮吧 就連短髮也可以秒變長髮正妹喔 假髮的部分呢 其實也有這種真髮材質的 非常的擬真 它可以燙 可以染 所以你可以買一頂 然後就去變換出不同的髮型了 重點是它連頭皮都有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我們不想要戴整頂式的假髮的話 你也有一些真髮的髮片可以做選擇 它一樣也是可以燙可以染 而且它很適合你本身髮量太少的人 它可以直接幫你增加髮量喔 但是真髮材質的假髮 就比較貴一點點了 大概一頂可能就要接近萬元左右 然後髮片的話呢 也大概就是3000到5000不等 那如果你的預算比較有限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買一頂假髮就好了 一樣可以也有各種的髮型啊 髮色可以做挑選喔 那價格比較便宜的假髮 通常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看起來很假 因為它們沒有頭皮的設計 所以髮流的地方會不太好看 然後不能選擇那種旁分的款式 因為頭頂會很醜 所以如果你想要假髮看起來比較自然的話 最好就是挑選妹妹頭的款式 或者是戴帽子啊 戴髮枯之類的去掩蓋你的頭頂的部分 會比較自然一些些 但是最近很流行一種 就是U型夾髮 它保留你頭頂是你原本的真髮 所以你一樣可以就是旁分側分 甚至你要在上面綁頭髮 露出你的美人肩都沒有問題 然後下面整體看起來 還是覺得你是漂亮的長髮 今天呢就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好先整理出頭頂的一塊U型區域 然後把它稍微夾起來之後呢 你就把後面的頭髮 塞耳後 夾住 不要讓它們跑出來就可以了 接著呢你看U型夾髮它會長這樣 它戴起來呢就是前面空了一塊 就是你的真髮 所以我們就把它 放上來 這樣子從後面繞過來 然後前面的地方呢 對齊你前面的髮流這邊 會比較逼真一點點 然後它裡面有扣子 扣上去 然後再把頭頂的夾髮 放下來 枕頭就是散開來 撥散 然後把它搓一搓跟夾髮混在一起 好 大功告成 是不是 秒變長髮正妹 正妹是我自己講的啦 就是像這種U型假髮呢 現在已經有各種款式捲得值的 然後甚至像這種挑染啊 它漸層髮色都有很多可以選擇 所以其實你們只要上網搜尋 就可以找得到囉 搜尋U型假髮 第三張當然就是可以編髮 戴帽子啊 戴任何的髮褲去 裝飾你的頭髮囉 但是 我才不會介紹這麼落伍的東西 我要介紹今年最流行的 現在很多這種 有點波西比亞風的羽毛 你把它混在你的頭髮中 會變得很漂亮 這上面呢 都有個小夾子 所以直接把它夾在你的頭髮裡面 就可以囉 然後想要華麗一點的話呢 也有很多髮鑽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這種鑽石 弄在你的頭髮上面 然後也有賣這種一整條 是編好頭髮鑽石是黏在上面的喔 那還有呢 現在有流行嘻哈風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編一些雷鬼的髒面之類的 但是呢 如果是全黑的話 那就有點無聊了 你可以選擇這一種 它是有漸層染髮的 去混在你的辮子中 讓你的頭髮變得更加的鮮艷 你也可以選這個 超誇大的尼伯爾髒面 把它編在你的頭髮中 好好看喔 甚至你可以加一些 木頭的彩色珠珠 七七指數爆表 好我現在帶來另外一點U型假髮 來示範編髮 那我選這個顏色是因為一般人 可能都是這種深棕色 利用彩色編髮之後呢 會變成什麼樣呢 先挑出一戳之後呢 跟你原本的頭髮編在一起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喜歡哪一款呢 最後呢祝大家就是玩法玩的愉快 不要害怕自己太漂亮 也許在嘗試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 原來我這樣子也蠻好看的 有沒有覺得我長髮也蠻好看的齁 想要看我的更多影片呢 歡迎訂閱頻道 或者是上網搜尋百變沛莉 就可以找到我囉 下次見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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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音樂